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啊 好久没玩多打 还记得大学里面的能量的经历 一起玩多打的兄弟们 还有他 第一台电脑总是记忆深刻 CPU 主板 内存 卧槽 又超市了 这位叫土豆男 号称电脑专家 薯片从不离手 看他这个size 总有一天这床会塌吧 这是Muscle哥 自恋狂加强迫症 为了肌肉不惜一切 这兄弟支撑秦胜 他说他七岁开始泡图桌 十五岁泡笑花 同时和四个女朋友谈恋爱 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好了 小的了 至于我 宅男一个 恋爱经历 零 其他经历 零 最近室友在玩Dota 准备自己也买一台电脑 老是称别人的 已经被土豆男严重鄙视了 唉 可是这预算 怎么算都不够啊 于是我准备存钱 存点钱不容易啊 为了这台电脑 馒头与我并肩抗战了 一百多个日日夜夜 我终于熬出头了 终于可以不再被土豆男比试了 我们终于可以实现Dota十人对战了 我操 终于有台新电脑 再也不用去跟别人蹭了 我们寝室今天就能够实现十人对战了 我的Dota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无论是恒冬 还是酷暑 无论是白天 还是晚上 玩Dota让我们吵了不少架 不过这也让大家充满默契 你来没打呀 吃招式啊 你二啊 你DPS跟T一样 搞毛 当然 期末考试 仍然是逃不开的一道坎 在打完这最后一盘 我绝得马上去复习 我绝对去复习 你已经说过五次了 考你累的事 大学生活只有两门必修课 一是游戏 一是游戏 二嘛 就是看美女 有人说一切就是缘分 我却说一切就是阴谋 特别是这一次 听说她最近在修电脑 她是要修电脑 反正就是要修电脑 我的妈真是太有才了 别懂的 给女生修电脑 修不好 那可就糗大了 装个系统什么的我还行 可是硬件出了问题 我还真搞不定啊 怎么办 这他妈怎么修啊 诶 这主板还是双百五十设置 好像设置一下就能搞定 诶 还真搞定了 谢谢你啊主板 不过这功劳嘛 就让给我啦 让我没有预料到的是 她先走进了我眼里 我却走进了她心里 我总是什么都想要 想要女友 想要兄弟 想要逗她 人类真是一个奇怪的物种 我们习惯跳舞 我们总是不能把注意力 集中在眼前 以我心理来说 女员是不可以等的 喂宝贝 我马上下来了 那个 那个 我请示着火了 我得马上回去 好 没需要事 嗯 什么啊 那我辅导员突击查房 她 还有很多电器没有收啊 他 毕竟马上回去 那怎么办 就马上回去啊 对啊 今天下午我们一起去看电影好不好 那这个 你说你很喜欢美国队长吗 刚好之前有朋友 我们一起去看电影 上一块去看吗 论我没交 哎 等一下嘛 这只是你那个 会修电脑的男朋友 对啊 通常他还说到 请去找手了 啊 生命中 很多东西 只有当失去之后 我们才明白 它们的重要性 食物如此 风气如此 它 也是如此 后来我才知道 发生了什么 那件事以后 我们再也没有 说过话 我也没有玩过Dota 直到毕业 直到现在 兄弟 兄弟 喂 喂 是我 兄弟啊 什么时候 再来选东啊 我 我 我 Zither Harp Zither Harp